那你就好好学习一些如何跟人家沟通的一些软体 包含学习英文 学习法文 学习日文 我知道学习英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 它有这次的疫情困难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生少年 在这个台湾疫情又再次紧张的时候 许多人才已经停班停课并且放假了 在这段时间既然已经停班停课并且不要出门的时候呢 在这边有10件事情 可以建议你在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去做 所以呢今天我们归纳出了 工作类生活类跟学习类三大类去给大家做建议 并且呢你可以在这段时间既然已经放假了 既然已经不能出门了 既然已经没有工作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三项当中呢 去找一下自己新的生活跟新的开始 首先第一件事 好好重新打扫一下你的生活环境 跟你的居家清洁 在风水圈里面来说呢 当你家中堆满了太多的杂物 跟太多压杂的东西 你的生活跟你的失序也会压杂的起来 所以呢可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自己很久很久没有用的工具 或者是你家两年三年以上没用到的东西 都可以把它丢掉 卖掉或捐出去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也是工业人士呢 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 好好整理一下你的工具清单 重新帮他拍张照啊 练习一下自己的摄影技巧啊 并且帮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 第二个整理你的硬碟跟整理你的手机照片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面 好压抑啊 好忙碌啊 在这么多的照片里面 每天拍每个礼拜拍 它已经变成 好几MB 好几GB 好几TB 而这个时候呢 你重新再拉回一年前两年前的照片 它一定会充满着满满的回忆 并且把那些不快乐的 不需要的 不想记得的人都把它删除吧 当然啦 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 好好整理出你的作品机 把你以前 做过的案子啊 把你以前做过的场域啊 或者是把以前制造的东西啊 都好好的归大出来 把它重新整理一次 好好整理了之后呢 并且在下次机会到来的时候 大放一彩 就像原始习惯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 趁这段时间 好好练习一点一滴的改变自己 说不定你等待的并不是一个千载难攻的机会 而是下一次准备好的事情 第三件事 学会用Google Meet 或者是Microsoft Teams 毕竟在很多人的工作下 他还是必须要跟同事交流 或者是要跟朋友沟通一件事 不过这两个软体呢 是我觉得在最近 大家可以很 常去使用的 而且它非常好用 你只要 登上你的网页 然后 把你的朋友加到这个网页的链接里面 你就可以用多方或者单方面的视讯沟通 那你就不需要面对面 而且 现在我们公司有很多会议 也是尽量改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 就发现 以前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那个人见面 他可以在上面画画 然后他也可以同时在上面播放简报 也可以在你的简报上面标注一些重点 比如说今天A有问题 就画起来 我觉得这边怪怪的 不会像是一个 像是直入尾 或者是 隔空 你看那个左边上面第三行那个 没有那么复杂 甚至是我们在使用一些3D软体 在建模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上面一边乱画 然后一边去 跟他讲说你想要这边怎么修改 非常的方便 总之在这段时间减少与各种生物的接触 并且常常跟你的电脑作伴 趁这段时间学习使用新软体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项 做更多的学习 好比说如果你是工业的朋友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学习 怎么样使用AutoCAD 你可以学习使用Sharp3D Paper 或者是各种绘图软体 总而言之如果你是工业的朋友 以前都是手作做工 你可以在利用这段时间 既然已经停工了 那你就好好学习一些 如何跟人家沟通的一些软体 包含学习英文 学习法文 学习日文 我知道学习英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 他有这次的疫情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 跟这次的疫情比起来 英文一点都不困难 他有比你的人生困难吗 他有比你教你朋友还困难吗 他有比你找到对象还困难吗 他一点都不困难 好好学英文吧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好好运用现在网记网路的软体 去学习新的知识 跟新的尝试 重点就是 学习一些未来对你的工作有兴趣 或者是有长进的东西 不要再看一些什么 X 什么 或者是P 什么的video 第五个 做一些平常你没有在家里面干过的事情 好比说 用FuPanda UberEat 或者是一些宅配软体 去买一些生鲜的食品 然后来自己在家里做菜啊 好啦 阿基斯今天要教你们 掏夹婆的方法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 我们通通把它拿去爆香 通通拿去爆香 既然拥有了很多的时间 重新感受一下生活吧 其实做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并且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当你做完菜你就会发现 平常做菜的人到底有多辛苦 也可以借着这段时间好好认识日期啊 就是平常我们都是外食主 或者是人家买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你可以重新好好的检视自己的身体 到底喜欢吃什么 或者是吃完什么样的东西 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像这段疫情的时间 我们就看了很多Netflix的纪录片 当中看到一个叫 卢素的力量 我觉得蛮酷的 说不定看完之后 大家都会想要吃素 第六个 去体验你从来没有买过的玩具 或者是去体验一些 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好比说你可以上一些电商平台啊 像某某购物啊 PC Home啊 虾皮啊 各种奇怪的东西 好比说 数字油画啊 曼陀螺啊 文房赤薄写书法啊 买一些DIY的组合钢弹啊 或者是买一些小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要买 但是长大之后有钱可以买的东西啊 总而言之就是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趁现在在家里面 有了他妈的时间 好好重新再回味你的童年 去想一想自己什么是喜欢的 第七件事 重新规划你的生活习惯 好比说以前你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朝九晚回的上班族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熬夜分子啊 每天早睡早起啊 早上才睡 早上又起来啊 像这样子的人 你都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 好比说你会发现 从凌晨五点起床坐直 你会发现一天非常的充实 当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 333运动法则 每个礼拜运动三次 每次运动30分钟 每次运动过程 心跳达到130下 当然啦在一期的情节 你千万不要去户外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上电商平台去购买switch 在家里面做切身玩 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自主的重量训练 上youtube看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运动 然后跟着前面的瑜伽老师做 不过当中请记得 千万不要再做一些 过度困难的动作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防疫时期 你只要保持运动量就好了 并不要去做一些挑战自己太过分的运动 因为现在你也不太适合去瑜伽 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第八件事 阅读一些从来你没有看过的书 或者是曾经想要看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看的书 特别说怎么样打一把自己的武士刀啊 看一些工作上用得到的一些 制度的方式啊 学习一下别人的公司是怎么样走向下一个阶段的啊 这本书的叙事我们制作人写的 或者是想一想 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啊 这本书的叙事我们写的 但是呢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去看一些 一些人什么某某某的成功传记啊 或者是一些太过于励志的心灵鸡汤的书啊 因为基本上呢你把这些成功的传记呢 把它套用到你自己身上 在这个时代跟你的条件上是不可能会成功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只要看这些人是怎么样失败的就好 然后去避免掉那些失败 像是我曾经跟一个非常厉害的CEO聊天 他说 他就像打高尔夫球一样 你只要不要往错的方向去打就好 你只要避免不要打到水池 就是这种错误有大方向 其他东西 照你的自己入手吧 第九项 关系那些很久不见但是曾经感情很好的朋友 在我们这么忙碌的现代生活下面 其实你有没有很长的时间因为你的工作压力 或者是因为你的生活速度 而去渐渐忘记的曾经国小跟你躲在厕所里面 看漫画的朋友 或者是在国中的时候还未成年大家一起偷喝小啤酒的朋友 还有那个18岁跟你一起考驾照的朋友 现在是不是都没有这一路了 趁着这段疫情的时间 趁着现在大家都停下了脚步 用讯息关系他吧 千万不要见面 请用Google Meet 或者是用网路去联络他 好好聊聊你们以前生活做了有趣的事情 好好关心一下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 重温一下自己的童年回忆 说不定你可以在这个当中 去找到自己更喜欢的生活方式 第十项 最后一件事 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 趁着这段时间 好好想一想 这几年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 我们每天忙碌的工作 每天为了生活东奔西跑 忙到可能自己的健康都不好了 忙到自己的生活都乱了 忙到自己跟家人的感情都越来越疏远了 你的工作真的快乐吗 你真的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除了赚钱过生活之外 你真的热爱自己的生命吗 其实你知道 人生当中最珍贵的都是时间 不如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跟自己聊一聊 趁这段时间 好好的整理自己 梳理自己 去重新找到一个 你喜欢的生活方式吧 好了这也是超认真少年 以上跟大家建议的 十种防疫再加 你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月后 我们的疫情还没有变得更好的话 我再来推荐大家 另外十个可以做的事 这段时间请大家好好保重 并且给医护人员最大的支持 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都能够 过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托